啊 主上 参见主上 将军 放下我 放下我 她是我妹妹 放下我啊 她受了情伤 有些吃西风 整天就想着要下给主上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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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卑职马上告进门房 严加把守 滚 诺 他刚刚叫主上 估计是又一个把我认成夜城主的 确实如此 凡是第一眼见到你的人 估计都会把你认错 如此一来 便更加稳妥了 睡个好觉 叶昭南 咱真找你这样 那 那你说瞧不瞧 来来来来 这儿去吧 来来来来 下来下来 那多呢 官三妹跟柳轩妹已经看到她了 要不就把她交给他们处理得了 也好 我反正觉得还是多个小事 粗鲁 使臣呢 只要你肯服侍好本将军 别说是去见使臣了 就算是去见主上 也没问题的 你想干嘛 你别乱来啊 我可是宣月城主 柳轩名的妹妹 云罗公主 柳轩名的妹妹 好啊 今夜 将军就做个驸马 好啊 小宝贝 我来了啊 想亲一个 你别动 你放开 你越反抗 我就越强壮 小娘儿 等我逮着你 看我怎么折磨你 小宝贝 看你往哪儿跑 你别过来 小宝贝 我来了啊 你别过来 你就喜欢钢链的 别跑 三妹 你在这儿照顾她 我去找云罗 我和你一起去 救命 小宝贝 别跑啊小娘儿 小宝贝 云罗 快回来 来 云罗 大姐 这儿 小宝贝 来人 搞什么 大半夜不睡觉 一直喊云罗 云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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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柳轩铭之妹 云罗公主 又是城主夫人 又是云罗公主 我这将军府 就快成轩月的行宫了 就是这个小娘儿们 她敢咬杯枝 明明是她图谋不轨在先 你们想干什么 要她的命 这里是将军府 不是你们宣月 那又如何 云罗是宣月的公主 又是我的金兰姐妹 周副将轻薄云罗 杀了她 又如何 三妹呀 你也说了 她是宣月的公主 又不是沐夕的公主 莫说轻薄于她 就算杀了她 又能怎样 你 将军不妨试试 倘若今日 云罗丢掉了一根头发 我便让整个将军府 陪葬 你 三妹 你一而再再而散地 挑战本将军 难道你不怕本将军 碾碎你吗 就凭你吗 城内本将军有三万精兵 难不成 还杀不了你们 这边好大喜感 咱们帮谁呀 你就像群月似的 你说帮贼 咱肯定帮三妹对吧 咱 咱不是警服的地方吗 你管那谁肚盘呢 谁敢动三妹 咱们就干肥 走 到手 好 来 等等 杨军 赵将军 你们去封住府门 若打起来 千万不要让任何人出去同工报信 老官 你去柴房准备火 若打起来火烧将军府 好 好 走 将军不会以为我们会毫无准备的来吧 在沐溪宣月两城边界 有五万宣月将士叙事待发 就等着我们的信号 将军要不要试一试 不愧是城主 我真想得周全 你唬谁呢 那就试一试啊 三妹啊三妹 你们这群人的火气 怎么比我这个征战沙场的武夫还大 火气不大 没人害怕 好了好了 天色不早了 你们早点休息 明日 我们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且慢 云罗公主的事 还没完呢 周副将轻薄云罗公主 毕竟也没成功 依你的意思是 只有成功了才能追究 没成功 此事便要罢了 对啊 这又不是很合理吗 那依照将军的意思 当初你娘怀你的时候 把你生下了你便是人 若是没有把你生下了胎死腹中 你便连人都不是了 关三妹 停嘴 关师臣 这样你满意了吧 走 主上 让微臣杀了她 此事你们谁都不要插手 我一定会为云罗 除了这口恶气 出了这口恶气